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後有很漂亮的 黃花蜂林木 偶爾會有人來這一邊 因為又有一台車過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衛 大衛現在在嘉義的 瀑子溪泰寶段的 河堤南岸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大衛身後 有蠻漂亮的 黃花蜂林木 那這個蜂林木呢 在每年的大概 這個時刻 可能會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他如果盛開的話對我們來講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因為他會盛開的條件就是 去年的雨水不足 然後我們加上去年的冬天 沒有太冷 然後太早回暖 所以他因為 生物機制的關係就 大量的盛開 那其實 對我們的 生活來講 是一個不好的預兆吧 應該講是 可是他現在開得很漂亮 我們也不管 就 好好的來欣賞吧 那 大衛現在就帶大家來 欣賞 我們這裡 太保的 和那個瀑子溪 這裡是 防汛道路兩岸的 黃花蜂林木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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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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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